各位茶友,大家好,我是大河茶馆的茶艺师,今天为大家介绍安化黑茶的品语方法。 黑茶是我国六大茶类之一,大河茶馆馆藏十年以上黑茶仅先于今,被誉为可以喝的文物。 金花盛开,迎冰来,赏茶。 焚香尽气,是通过点燃的沉香来营造祥和宿物,无比温馨的氛围。 希望您的心情会伴随着幽渊鸟鸟的香气,升华到高雅而神奇的季节。 玉国冰心,道华彩。 茶具鉴赏。 好茶要有妙其佩。 精美的茶具不仅可以用好的发挥茶信,也能增加体能的乐趣。 用固大的茶壶去好非茶,可以避免因非茶壶辱辱较高而引起的茶壶不仅能的问题。 一片冰心,在浴壶,清洁茶具。 将茶具用沸水再冲洗一次,经过袋子冲洗后,玻璃器皿更加均匀透亮,寓意热情洋溢的大河人对来宾的欢迎、敬意。 温馆有助于进一步发挥茶叶的香气。 中国自古就有以茶制定的历史。 黑茶是后发酵茶,且是通过蒸压加工而成,不刺激肠胃。 黑茶中富含茶黄素等温性物质。 东瓶具有很好的暖胃养胃、消食去蜜、安神等功效。 黑茶汤色主要成为是茶黄素和茶红素。 茶黄素不仅是一种有效的抗氧化剂,而且具有明显的酱质功能。 茶叶得山川之灵气,具日月之精华。 容泉水而获得高雅的生命熟悉。 饮茶能养生,对此人们已是公认。 茶叶四季皆可饮用。 安化黑茶是没有季节的茶品。 金花飞入水晶宫。 头茶。 取黑茶十克左右,放入玻璃壶中。 茶量多少是壶的大小可以有所调整。 金花沐浴香适宜。 洗茶。 先注入小半壶左右。 壶砖茶经过紧压,茶身有一定的紧密度,需水茶洗。 需要水洗茶灰润,才能使叶底充分舒展,茶叶才能浸出。 黑茶的洗茶可以洗去杂质异味,还能实现快速清茶。 飞流直下三千时。 冲茶、洗茶、蒸茶。 用一百度沸水冲泡,洗茶时间大约四十秒。 飞茶口感平和,柔唇爽滑,使六大茶类中最具清河力, 并能适应不同人群口感之茶。 品味安化黑茶能修身养性,参入大道,心静无为,养心求趣。 细细体会安化黑茶的自然之性,心雅之美,明容之理。 以此陶冶宁静的心绪,让我们的心神都能够得以舒畅。 诗人李白曾经显示,蓝泥美酒,玉金香,玉碗盛来,琥珀光。 将金银剔透,色如琥珀的茶汤,浸入壶中。 透过金银的玻璃茶具,茶汤红艳,色如琥珀, 呈现出生命活力的光泽和喜悦的人生状态。 茶为人生细品物,泄茶。 凌风一措,鬼未尝,一杯香名千赞琴。 茶马古道,脱铃声声在耳,安化黑茶,茶香凌漫你我周围。